欢迎来到戏剧圣经365 我是在厦门街进行会服侍的彭彦珍牧师 今天要来读旧约圣经约伯纪第27章到第30章 这一段话说得康腔有力 宛如约伯最后的答辩 口若悬河一气呵成 就像在法庭上用尽气力为自己的无罪 做最后辩驳的犯人一样 他有信心自己口舌行为 皆经得起检验 不管别人怎么罗兹推测出来的罪 加在他身上 只要提不出真凭实据 他都敢在上帝面前启示 坚持自己的清白 他明白上帝使恶人受祸的道理 却不能明白 自己受苦的缘由 他承认自己没有智慧找到自己受苦的答案 人也许有知识寻求事物的答案 比如银子有矿 炼金有方 但智慧为上帝拥有 所以第28章话题忽然转向智慧 先说智慧是贵重的 是无价的 无法用黄金买的 为上帝明白智慧的道路 晓得智慧的所在 再说敬畏主就是智慧 一如其他智慧文学所述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可见约伯以无心再继续从有知识的三友身上 寻找自己受苦的答案 与他们的辩论也即将告一段落 他只想再一次挣扎着把自己的苦难问题的解答 交到上帝手中这把智慧的钥匙 接着约伯突然做了一段自我介绍 好像人在做见证时 先说自己从前的不堪 再说现在信主之后的蒙恩景况 但约伯恰恰相反 乃是在29章先说从前蒙恩的幸福 家庭的美满 众人的敬仰 上帝的眷顾 再用30章叙述现在的惨况 家破人亡 众人欺凌 身心痛苦 上帝的弃绝 他提从前的处境可不是自吹自擂 而是自聚聚实情 他说现在的境遇也不是夸大悲情 而是撒旦真的把极致之苦抛到他身上 看到他从人间天堂被摔到人间炼狱 着实从他的自我介绍中 感受出那种高落差式的痛苦 这一大段话语从他与三友最后的辩论 延续到智慧之歌 再转到自我的读牌 是约伯全卷书中最长的一段话语 让我们一起来读约伯记第27章到第30章 神夺取我的礼 全能者使我心中愁苦 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 我的生命尚在我里面 神所赐呼吸之气仍在我的鼻孔内 我的嘴绝不说非议之言 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 我断不以你们为事 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 我持定我的义 必不放松 在世的日子 我心必不责备我 愿我的仇敌如恶人一样 愿那起来攻击我的 如不义之人一般 不进钱的人虽然得利 神夺取其命的时候 还有什么指望呢 患难临到他 神岂能听他的呼求 他岂以全能者为乐 随时求告神呢 神的作为我要指教你们 全能者所行的 我也不隐瞒 你们自己也都见过 为何全然变为虚妄呢 神为恶人所定的份 强暴人从全能者所得的报 乃是这样 倘货他的儿女增多 还是被刀所杀 他的子孙必不得保释 他所遗留的人 必死而埋葬 他的寡妇也不哀哭 他虽积蓄银子如沉沙 预备衣服如泥土 他只管预备 一人却要穿上 他的银子 无辜的人要分去 他建造房屋如虫作卧 又如守望者所搭的棚 他虽富足躺卧 却不得收敛 转眼之间就不在了 金空如波涛将他追上 暴风在夜间将他刮去 东风把他飘去 又刮他离开本处 神要向他射箭 并不留情 他恨不得逃脱神的手 人要向他拍掌 并要发赤声 使他离开本处 第二十八章 银子有矿 炼金有方 铁从地里挖出 铜从石中融化 仍为黑暗定界限 查救幽暗阴溢的石头 直到极处 在无人居住之处 刨开矿穴 过路的人也想不到他们 又与人远离 悬在空中摇来摇去 至于地 能出粮食 地内好像被火翻起来 地中的石头 有蓝宝石 并有金沙 矿中的鹿质鸟 不得知道 鹰眼也未见过 狂傲的野兽 未曾行过 猛烈的狮子 也未曾经过 人伸手凿开尖石 倾到山根 在磐石中凿出水道 亲眼看见各样宝物 他封闭水不得滴流 使隐藏的物显露出来 然而 智慧有何处可去 聪明之处在哪里呢 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 在活人之地 也无处可去 深渊说 不在我内 沧海说 不在我中 智慧非用黄金可得 也不能凭白银 为它的价值 厄斐金和贵重的红麻脑 并蓝宝石 不足于较量 黄金和玻璃 不足于比较 金金的器皿 不足于兑换 山湖水晶都不足论 智慧的价值 胜过珍珠 古时的红碧玺 不足于比较 金金也不足于较量 智慧从何处来呢 聪明之处在哪里呢 是向一切 有生命的眼目隐藏 向空中的飞鸟掩蔽 灭墨和死亡说 我们风闻其名 神明白智慧的道路 晓得智慧的所在 因他见察直到地级 便观普天之下 要为风定轻重 又度量诸水 他为雨露定命令 为雷电定道路 那时他看见智慧 而且述说 他坚定并且查救 他对人说 敬畏主就是智慧 远离恶便是聪明 第29章 我愿我的景况 如从前的月份 如神保守我的日子 那时他的灯 照在我头上 我借他的光行过黑暗 我愿如壮年的时候 那时我在帐篷中 神待我有密友之情 全能者仍与我同在 我的儿女都环绕我 乃多可洗我的脚 磐石为我出游成河 我出到城门 在街上设立座位 少年人见我而回避 老年人也起身站立 王子都停止说话 用手无口 首领静默无声 舌头贴住上膛 耳朵听我的 就称我有福 眼睛看我的 便称赞我 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 和无人帮助的孤儿 将要灭亡地为我祝福 我也使寡妇心中欢乐 我以公义为衣服 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 我为瞎子的眼瘸子的脚 我为穷乏人的父 素不认识的人 我查明他的案件 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 从他牙齿中 夺了锁墙的 我便说 我必死在家中 必增添我的日子 多如沉沙 我的根长到水边 露水中叶 粘在我的枝上 我的荣耀在身上增性 我的功在手中日强 人听见我而仰望 静默等候我的指教 我说话之后 他们就不再说 我的言语 像雨露滴在他们身上 他们仰望我如仰望雨 又张开口如窃目春雨 他们不敢自信 我就向他们喊笑 他们不使我脸上的光改变 我为他们选择道路 又做守卫 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 又如吊丧的安慰伤心的人 第三十章 但如今 比我年少的人细笑我 奇人之父我曾藐视 不肯安在看守我羊群的狗中 他们壮年的气力既已衰败 其手之力与我何意的 他们因穷乏饥饿 身体枯瘦 在荒废凄凉的幽暗中 肯干燥之地 在草丛之中采咸草 裸腾的根为他们的食物 他们从人中被赶出 人追喊他们如贼一般 以致他们住在荒谷之间 在地洞和盐穴中 在草丛中叫唤 在荆棘下聚集 这都是鱼丸下贱人的儿女 他们被鞭打 赶出境外 现在这些人以我为歌曲 以我为笑谈 他们厌恶我 躲在旁边站着 不住地吐唾沫在我脸上 松开他们的绳索苦待我 在我面前拖去配头 这等下流人在我右边起来 推开我的脚 逐成战路来攻击我 这些无人帮助的 毁坏我的道 加增我的灾 他们来如同闯进大破口 在毁坏之间滚在我身上 惊恐临到我 驱逐我的尊荣如风 我的福禄如云过去 现在我心极其悲伤 困苦的日子将我抓住 夜间 我里面的骨头刺我 疼痛不止 好像啃我 因神的大力 我的外衣污秽不堪 又如礼仪的领子将我缠住 神把我扔在淤泥中 我就像尘土和炉灰一般 主啊 我呼求你 你不应允我 我站起来 你就定睛看我 你向我变心 待我残忍 又用大能追逼我 把我提在风中 使我驾风而行 又使我消灭在裂风中 我知道要使我临到死地 到那为众生所定的英宅 然而 人铺刀岂不伸手 与灾难岂不求救呢 人遭难 我岂不为他哭泣呢 人穷乏 我岂不为他忧愁呢 我仰望得好处 灾祸就到了 我等待光明 黑暗便来了 我心里烦扰不安 困苦的日子临到我身 我没有日光就哀哭醒去 我在会中站着求救 我与野狗为弟兄 与鸵鸟为同伴 我的皮肤黑而脱落 我的骨头阴热烧焦 所以我的琴音变为悲音 我的笑声变为哭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